事務處主辦葵青區議會贊助的東方舞蹈演出 我們是來自Anna Sabah Dance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的 土皮舞團Tribo Arima 我們在2012年正式成立 曾經參加香港多個大型的演出的 例如香港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等等 我們在2013年和2015年 首創香港第一個土皮舞劇希望鑽石和夢想成真 成為香港第一隊用劇場形式 將土皮舞搬上舞台的舞團 我們希望藉著正面的推廣 讓香港的市民對土皮舞有更深刻的認識 將這種舞蹈帶去更高的藝術層次 透過系統性的教學和訓練 我們學校培訓出很多優秀的舞蹈員 所以我們今天的演出將會非常精彩 讓我再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不單有傳統的中東土皮舞 還有吉卜賽、融合風格、尚埃及民族舞、Bollywood 還有不同的道具 例如ISIS wing、絲巾等等 剛才為大家表演的是Bollywood、印度舞心聲 印度舞、土皮舞和中國舞都一樣 有古典舞和民族舞之分的 種類有不同、跳法都有不同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 舞蹈的表現手法都在變化著 剛才那隻印度舞是由我們三位舞者 八年的組合而成 他們的舞蹈知識非常全面 舞台經驗豐富 喜歡自編自導自演自己的作品 我們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好,事不宜遲介紹下一隻舞蹈 下一隻舞蹈是上埃及的藤像舞 Said King Dance 這種舞蹈是來自中東的民族舞 他會拿著一支棍做一些揮動、八字、圓形等等的動作 整體的能量較為傳統的中東風格為重 因為埃及人很愛好他們的大地 所以喜歡跟大地產生一種連接感 他們跟傳統風格有點不同 傳統風格我們會穿上衣 會穿長裙和腰帶 但他們會穿一套連身的袍 騰象舞在古代只是男人才可以跳舞蹈 因為它代表戰爭 在兩個男人打鬥的時候的一種象徵 去到後期就有牧羊和騎馬的意思 現在我們在慶典的時候都會跳舞蹈 好了,事不宜遲,有請我們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舞蹈員,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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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 拍攝 拍手 Auckla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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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